却讲到现在连锁效应 比方说呢 麦当劳也要来制裁俄罗斯了 将会关闭俄国800多家的分店 所以俄罗斯的民众很担心说 以后再也吃不到麦当劳 除了各地门市呢 出现了抢吃一波 然后看不见的人潮车潮都在外面 甚至就连你看到画面当中 推特上这样的一个拍卖文章出现了 麦当劳的包装纸啊 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酱汁啊 还有像是呢 像苹果拍啊 鸡块啊 这些都可以成为呢 大家拿来收藏的真品啊 推特上面有网友po出了拍卖麦当劳各式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以后呢 这麦当劳的东西可以说都是一键难求嘛 甚至包装啊 还订出了价格耶 就是希望大家买回家呢 可以当作呢 是回忆来做使用 那甚至一名呢 在俄罗斯台湾人就说了 站在麦当劳前面 他其实也不知道点什么 但是呢 我们po出了像这样的一个图片呢 告诉大家 现在的价格到底来到多低 收银台前面呢 其实都是人 大家都要点餐 而且主要是因为这卢布下跌的关系 所以呢 九块鸡块呢 只要新台币二十五块 所以呢 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菜单上面的价格 实在是低到惊人 甚至鸡块餐呢 整个套餐只要台币五十八块 所以网友就说 哇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嘛 所以呢 建议说呢 这名网友应该把所有的餐点 都点一遍 点到过瘾为止 好 紧接着受到呢 战争的影响 因此价格呢 事实上网上标的东西 实在是有够多 除了鲑鱼之乱呢 在争先停卖鲑鱼生鱼片之后 素食店里头常会吃到的雪鱼堡呢 恐怕会成为下一个要涨价的对象吗 船中的雪鱼原料的供货呢 只能够再撑一两个月 如果战争打下去 航班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可能也会面临到缺货 摩斯回应了 其实现在雪鱼的供应量都是正常 存货也都ok 麦当劳则回应 目前都维持正常的供应 目前是不会下一次的 都目前大概是会有的 实际走访想吃酥脆鲜的雪鱼堡 还顶得到 只是供货拉紧报 雪鱼控可得注意了 炸到金黄雪鱼 加上满满高丽菜和美乃滋 经典搭配的摩斯雪鱼堡 传出供货只能撑一到两个月 要是无二不停站 航班无法恢复正常 可能成为下个遭殃对象 五位战争打到餐桌上 连吃的都受到影响 摩斯先前因为全球塞港 薯条供应不及造成缺货 如今受到影响范围 恐怕再扩大摩斯表示 目前来看雪鱼供应正常 存货也没有问题 丽头苏熊龙投麦当劳自家的麦香鱼 维持正常供应 持续留意供应链状况 汉堡王回应 雪鱼堡相关进口物料 在海外钓入度通顺 并没有断货危机 不止雪鱼碰上缺货 危机鲑鱼最有感 真先从3月4号开始 鲑鱼生育片下架 其他鲑鱼商品采取限量供应 不少餐饮也跟进 暂时停卖鲑鱼 无二战争连弹营销 恐怕持续扩大 记者凯黄玉婷才发布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